第九百一十一集 三十几丈长的夜天狼通体青色羽翼闪烁 与一只青金大棚没有区别 唯有狼头猙獰 白齿森森降落在一座山崖上 百丈高的银色巨猿 如一座山一样吞吐天地惊奇 每一次都如潮汐澎湃 浑身银色毛发硕硕放光 破烂的青铜车飞上了半空 悬在那里一动不动 被月华笼罩 升起一层薄烟 远处低沉的丝鸣 一只色彩斑斓的大蜘蛛爬来 高能有四五丈 身体如五色玉石刻成晶莹闪动 不用想也知道 这是一只一种虫王 被他咬上一口 圣竹也挺不过去 绝对会立刻毙命 另一个方向 一个皮包骨头的老和尚踏跃走来 他浑身金黄 像是以黄金胶筑而成 显然是 罗汉金身修到了极高的境界 身上披着一张快烂掉的袈裟 这个老僧没有一点生气 修有佛陀的丈六金身 浑身闪动金光 其实早已作画了多少年 而今只是一具古诗 但是他已经通灵 成为了一名失修者 显而易见 这种存在活不长久 总有一天会遭天谴而亡 叶凡则舌 躲在远方 以原天神术引去契机 同这片山脉合一 静静的观看 这实在是太古怪了 这五大巨头为何聚于此呢 可以清晰的感知到 这几个生灵极为强大 比之绝顶圣主只强不弱 一个个道横高深 隐在秦岭中也不知道 修行多少年了 一岁归我 那头银色的巨猿 发出强大的精神波动 毛子开合间 两道银芒直冲苍穹 很难想象 他的精气有多么旺盛 一声思鸣 如玉石雕琢的五色大蜘蛛 发出灵魂波动 吞吐霞光 天上的月花 与他连在了一起 咬定其髓归他 另一边 杖六金身的老和尚 虽然皮包骨头 但是实力雄厚 盘坐在一座悬崖上 口吐白光 送出了一段古经 一座巨大的佛陀 凭空画出 出现在他的后方 金色佛光万丈 似要普渡众生 铲场之音 响彻天地 这个老和尚 虽然死去了 但是却依然有佛教神通 且相当的精纯 让其他几大巨头 深深的忌惮 别争了 保随为我而生 破烂的青铜车中 一个一尺多高的 紫色小人开口 精神波动 极度强大 让远处那条瀑布 短暂停止 不再垂落 他的神念之力 如一片海一样起伏 压制一切波动 让老和尚的送精神 都差点停下来 五大巨头中 当属他与老和尚最强 连为他赶车的 都是一位黄主师 他紫色的身体 一片剔透 非常可怕 这是什么声量 叶凡对他感兴趣 起初还以为是 梦幻级神髓出事了 不曾想 并非如此 石正玉 你还有五百年的寿远 大限还远 为何与我们争 叶天狼低吼 浑身轻语接张 叶凡吃惊 那个一尺多高的紫色小人 是一块紫玉 化形而成 这是一块西式瑰宝 是远古圣人 打造传世圣兵的 金式神物 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 在那遥远的上古年间 圣人都几乎寻不到了 故留下的兵器 只能传承五到十万年 毁于岁月下 这是一块神物 远古圣人见到都要动心 但却通灵了 化成了人形 叶凡眼中火热 那个一尺多高的紫色小人 比龙髓的价值都要高 拿出去拍卖 肯定会让几大神潮都要震动 可是 而今 他修炼有成 实力比绝顶皇主 只强不弱 根本不可能将他压制 想打他的主意 纯粹找死 他还有五百年的寿远 如果不能突破 神念就会散掉 重新成为一块 圣人钟爱的瑰宝 可以预见 五百年后再来娶他 当不会有任何阻力 主要记得这片地狱 一定能寻到 导师纯属式捡神物 各凭本事夺取 银色的巨猿发音 啪的一掌 将一座大山给拍塌了 其他几个生灵 各自一声低吼 眼眸中光芒明灭不定 而后 他们站在此地 全都一动不动 如石化里一样 叶凡不解 他学有原天神术 反复观察了地势 并未见到其真一髓 这几只强大的生灵 如何判断的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午夜时 一声龙吟 突然响动天地 在皎洁的月下 传得格外幽远 群山都在摇动 远处 那座锤挂 有一条银铺的山峰 龙气弥漫 冲出了一道壁峡 勾动了星辉月华 连接在一起 如大龙沸腾 我明白了 秦岭的祖根是活的 可以四处移动 今日地下有龙子藤月 这五个巨头看来 早已见过这种景象了 几个强大的生灵 一起向前冲去 瞬间就到了主峰前 各自伸出一只大爪子 拍了下去 轰的一声 这座巍峨的大山裂开 导落向地上 如果不是他们在控制力道 肯定什么都不复存在 此山必定称为飞灰 在大山底部 有一个龙洞 闭光冲天 如一片烟霞在弥漫 龙气溢出 一片粉房 果然如此 移动的龙脉 今日冲出地脉 汲取星月之力 五大巨头交手 方圆十几里内 所有山巒都如纸壶的一样 在他们的力量下 成为了尘埃 再无一山挺立 叶凡悚然 这几个生灵 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那里成为了一片神光的海洋 将一切都淹没了 他运转圆天神眼 透过五种神光 观看内口龙洞 绿光闪烁 旁边形成一个碧绿的石盆 当中有六滴神叶 碧绿如马脑 心向扑鼻 每一颗都足有荔枝那么大 没有一丝杂质 碧绿的豁人心神 且竟发出 阵阵海啸一样的声音 尚品龙水 比以前所见到的 紫龙水的品质还要高 香气浓烈 沁到人的骨子里 这下龙子早已逃顿了 只留下了这几颗碧绿的宝水 将天空都映照的一片绿莹莹 这真是贵宝啊 这六滴神叶 抵得上过去的三十六滴 叶凡心中大动 眼中神光战战 五大巨头大打出手 每当有人要出手 抓向浴盆时 都会遭到其他人的攻击 他们相互牵制 谁也无法靠近 都在远处争斗 围绕着碧绿的奇水 打战个不停 力道很小心 都没有人敢攻击碧玉盆 叶凡不再迟疑 运转元术 与这片地脉合一 引去契机 没入了这片大地下 以行自觉 急速的逼近那口龙洞 这就是原天师的手段 行走大地龙脉中 只要没有生物阻挡 如入无人之境 快到不可思议 驾驭龙气而行 叶凡屏住一切气息 出现在那口龙洞下方 而后猛的跃起 弹出一只金色的大手 将六滴神叶收到了手中 五大巨头震怒 万万没有想到 有人糊口多时 在他们几大强者手中 夺一碎 全都祭出滔天法力 向下打来 叶凡急速而行 在地脉中 如一道光一样飞顿 现在如果被抓到 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五大巨头 没有一个是善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如果您喜欢本故事 请多多点赞评论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